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 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反網步 好,今節我們 就講一下這位大哥 這個國家其實都挺過癮的 有時東有時西 有時是吹到上天 有時就講到自己很慘 尤其是他們前總統 前總統 杜特爾特 就是這個國家的前總統 那麼現在 這位大哥 到人家就說他跟他 爸爸 就差不多,其實他 我覺得有點不一樣 我覺得有點不一樣 誰呢 就是邦邦馬赫斯 亦都被稱為 小馬赫斯 那什麼事 原來他 都說要買俄羅斯的能源 搞錯呀 剛剛見了拜登 搞錯呀 印尼又敢,你又敢 對呀 剛剛才見了拜登 所以這個人 真厲害 說真的 他反而 更加像 印尼總統 左科威 他不僅是見了拜登 他也跟王毅見了 而且談得很開心 聰明 聰明 真聰明 我們看看邦邦馬赫斯 究竟他怎樣 難聽說 我叫多面人呢 八面玲瓏 我好善心 八面玲瓏 左右逢遠 都行 原來邦邦馬赫斯 接受這個彭博訪問時就說 對呀 我們現在 是購買 新的能源 內源地 俄羅斯也是 不過進行磋商 一聽 內源地 磋商 對呀 肯定是幫他買 不用說磋商 其實 他就說相對於烏克蘭 問題的潛在擔憂 其實國家利益更加重要 對呀 我們也說一下 其實烏克蘭 都是 令到很多國家 受苦 包括 我們的 我忘記說 今早大家知道社長的這個 系統 我們也有用的 其實 我們不是說 系統的CEO是怎樣 我最記得他 自從這個歐歐戰爭之後 這個系統就很壞 而且 CEO是烏克蘭人 可能他撥了一部分 自從自然去 不知搞什麼 所以 影響到本業 這不可以的 老闆 不出奇 因為他發電郵來說要幫助烏克蘭 真的有發覺 還有 我們這個系統的頭像 因為他有個Logo 都是變成了烏克蘭的 國旗 是的 是這個 黃和藍 黃家藍 怎樣也好 反正希望他做好本業 你支持你的祖國我是很欣賞的 你不要搞到你的客戶 老闆 我和大馬Sir 其實今早社長的意外 都已經是我和 馬來近 很多次的演繹 所以有時候為什麼我們 好像那些節目版面 不一樣 我們是用過另一個系統 很無奈地 有時候我們有食字 當然也是這個烏克蘭老闆的系統 網友多多包含 多多包含 我們已經盡做了 包括我有些剪刀 剪刀 很長手末 我沒有過這個19 早前感冒之後一直都是長剪刀 保重身體 保重身體 我想要多些跑步練習會更好 說回來 邦邦馬赫斯早前也是參加聯合國大會 菲律賓 其實 他也說 我們 不可以因為傳統供應商 而樣樣得意 菲律賓現在就和俄羅斯 和其他國家對話 就要確保菲律賓的食品和化肥等等 農業必需品 是供應多樣化 才可以壓倒這個通脹 他 居然說 現在 我們 就和俄羅斯接觸 俄羅斯可能會 慷慨解囊 為我們提供 其實我一定會提供 菲律賓一說的話他肯定會提供 你信不信 因為 始終是一個大國 在東南亞來說 是 而且 雖然杜特爾特 這幾年 和美國是離開了少許距離 但是 傳統上菲律賓幾十年都是美國盟友 沒錯 邦邦馬赫斯也說 菲律賓 這句就令西媒很不開心 已經接近俄羅斯打成協議 那就是賣嬌硬 賣嬌硬 差不多達成協議 達成硬 大哥 他講得出來當然是 差不多了 被問到 美國 和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制裁的時候 他就說 政治方法會有點棘手 不過 只希望國家利益優善 我們菲律賓人 要找到那些 新的燃料來源 但是 不單是要來源 地是要多 而且 亦都要講價格 沒錯 其實有錢的話什麼都買得到 不過價格多少 而且他就說 不單是適用於燃料的這個原則 更是適用於 次廟 化肥 和其他對菲律賓人 至關重要的一些商品 從 澳湖戰爭到 伊朗問題 再到各種 見逢插針的 會晤、訪問 其實 這個星期的 聯合國大會都很精彩 有拉夫羅夫退場 各個國家領導人 舉行一系列的 緊張的國際外交活動 在 美國 和其他 七國集團 G7 打算制裁俄羅斯 而且用更多方法制裁俄羅斯的時候 邦邦馬可斯 這番話彭博也說 顯示了現在這個世界 不是美國說了算 亦顯示了很多國家的領導人 面臨兩難的抉擇 他們擔心 潛在政治後果 但是 如果跟西方制裁 物價升到 人民 頂不順的時候 他們又會下台 整個國家都會越來越窮 斯蘭卡也是 賣不起東西 所以馬克龍說 現在還說中立就是罪 我相信你說這句話 你在歐洲大聲說就行 你來到亞洲 可能會請你吃雞蛋 或者是番茄 那菲律賓政府的目標是什麼 其實 就是到2028年 邦邦馬可斯 任期完結 經濟最少每年增長6.5% 令到國家恢復疫情前的水平 競選期間邦邦馬可斯也因為他 你知道他老爸 之前都是高壓政策的 大家質疑他 但其實看上去 他和馬可斯也有些不同 當然他做了沒多久 不可以說實 但是這個邦邦馬可斯 比較像一個溫和版的杜特爾特 跳來跳去 以前馬可斯時代當然是不同 所以 你要看到 邦邦馬可斯 從這樣的家庭出來 政治世家出來 他沒有理由 不知道 怎麼玩的 沒有理由不知道怎麼玩的 當然邦邦馬可斯的 老馬可斯 當然是一個 正正宗宗的親美人士 正正宗宗的親美人士 因為他當時流亡都是去到美國夏威夷 亦都是在 檀香山那裡過世 所以當時有些皇友說 找了親美的上來 不是 親美的話 他就應該不會買俄羅斯的燃料 是不是 國家人民的利益 現在很少是 完全全傾向 某一個陣營 如果你是小國的話 菲律賓 印尼是大國 沒錯 我說菲律賓 菲律賓 都屬於大國 其實都屬於大國 好像新加坡 以前新加坡 不過新加坡一直站在中間 好像我們澳洲 小國 沒有人好像魔總 完全傾向過去 當然 當然是菲律賓三國的三傻 那個真的是小國 是的 你說 人口和國家面積 澳洲都比菲律賓三國大 很多 我們看到 邦邦馬赫斯 他亦都說 要令到國家 繼續向前 他強調 最好的政治仍然是要靜職 有經濟發展 國家經濟向前就是好好地履行職目 當前菲律賓其實也有很多問題 最主要來自經濟的問題 原來 菲律賓 石油是很依賴盡口 小麥也是 大宗商品價格升得那麼厲害 令到國內的通脹推到一個新高 菲律賓披索 這個披索 披索 亦都跌到歷史新低 為了壓制通脹 其實 他加息中狼 菲律賓央行 已經加息了225個點子 即是2.25% 這個國家還經歷了一些食物短缺 糖 洋蔥 為了兌現競選承諾 邦邦馬赫斯自己兼任農業部長 因為 要令到國家糧食要穩定 雖然如此 邦邦馬赫斯目前 亦都 表達出菲律賓 希望明年可以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的心願 他亦都說隨著對基建 農業 糧食 安全衛生教育和其他社會服務的穩定投資 他們現在尋找一個 目標 就是希望 這個目標更厲害 2040年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 實現 零極端貧窮 我覺得 反而有點難度 加油 當然 邦邦馬赫斯見了拜登 邦邦馬赫斯 他不會見了拜登 就不見其他人 他是見了王毅 邦邦馬赫斯 他 跟中國外長王毅 在見面的時候 希望恢復 跟中國 對於 南中國海聯合 汽油堪探 大家一起 一起開發 放下 各自這個爭議 當然 這也是應該的 沒有理由 有辦法 一起 賺錢 和平解決是最好的 和平解決是最好的 其實你看看邦邦馬赫斯 其實 他當選之後 不是好像那些王毅 親美的回來 其實他們很簡單 反正因為他父親在親尾 就想他也是親尾 當選 之後就說 好啊 中國看你怎麼辦 菲律賓肯定對你 沒有 當然他有時候 都會是 要說得很強硬 要面對國人 但是 他現在都希望 跟中國 是可以有個合作 一起開發一些 天然氣 和石油 當然在有 領土爭議的地方他就說 不如我們 恢復 之前的聯合堪探 邦邦馬赫斯 上任後 他反而 想加強和中國的關係 亦都強調 中非關係對雙方都有利 事實上是 之後 很少報那些綠媒和黃媒 他們沒有報邦邦馬赫斯 他當選之後也說北京 是 菲律賓 疫情之後 恢復經濟的最強夥伴 沒有人說這句好搞笑 亦都希望恢復 和中國聯合的 石油和 天然氣坎淡 大家都希望 可以有一個新的進展 所以 這個很好笑 他見了拜登 而且 邦邦馬赫斯 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時 和拜登舉行了 兩個人之間的首次會伍 雙方都是強調 南中國海自由航行的重要性 拜登就重申了 美國協防菲律賓這個前殖民地 是鐵一樣的承諾 邦邦馬赫斯 亦都是幾天前說 菲律賓的未來不可以沒有美國的 不過他沒有說菲律賓的未來 不可以沒有中國 不過 他後來就有實際行動 跟黃毅說 我們是 最強的 夥伴 所以這個人多聰明 又跟美國說我們不可以沒有你的 但是又跟黃毅說 我們 是 好夥伴來的 之後一起重新去勘探 天然氣和石油 亦都希望 疫後經濟 你們繼續做我們最強的夥伴 兩邊說了 所以不要那麼 開心 其實我看到 那些 媒體又是賣了 有邦邦馬赫斯 有親中 一個有親媚 其實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他是親非 就是親回菲律賓人 可不可以這麼說 現在 他亦都是 要買俄羅斯的能源 所以他什麼都不親親非 親自己國家利益 好 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